《人民力量》第三次和大家見面 我們繼續在溫哥華 在我左邊的位置是Tony、Sawana、Jordan和TNT 我們講了四個題目 第五個大家很關心的 香港正在進行魚火魚逃的區議會選舉 相信已經有超過五百人登記了 《人民力量》有很多朋友都未登記 因為我們正在看特別一些很重要的人 登記了未我們才登記 我就要申報我提名了人 我淡露了一張提名表 用空油機回香港 我提名了 所以這次《人民力量》有61人參選 再遲些少有些改變 因為有些又減了有些又加了 我想都是六七十人左右 其實都不足夠的 因為全香港選區四百一十幾個 你六七十個都是佔了百分一左右 就極為不足 香港的朋友要… 很多人經常寫E-mail給我們 在網上也好 我這個區那個人經常都當選 你有沒有人來啊 我最近都寫給他 你幫我士藍 希望找到個人 不是士藍 找到一個合適的人選 就是一個區出挑戰 因為人民力量成立了都未夠一年 未夠一年 未夠一年 是吧 已經是第三多的候選人了 在全香港政黨來的 除了民主黨和零劍聯之外 是最多參選的 我記得2027年 社民力量成立了選區選的時候 都沒有派那麼多人 真的忘記的數 好像四五十個左右 是 都沒有派到現在那麼多 這次相對就是多 多過2027年 社民力量成立了 這次那個選舉 人民力量就定了 這個是新民主運動的一部份 而重點是票債票償 和一個人民的意識 政治意識的覺醒 是吧 我們這次是不問輸贏 最重要的 就是給人民有一個真正的選擇 好像加拿大的朋友一樣 是吧 就是每次選舉都可以一個真正的選擇的 亦都可以透過這個公投 可以去決定的 其實關於這個政黨 或者是透過選舉 去這個改朝換代 或者是將某些政治的組合 作翻天覆地的改變 其實這個BC省 BC省在加拿大來說是很獨特的 因為其他很多省份 來來去去都是那三個黨 特別那兩個主要政黨輪替的 是吧 即是保守黨 即是自由黨 某些的地區政黨 即是新民主黨 或者是保守黨和自由黨 和新民主黨輪替 但是在BC省過去的20年 哇 真是那個改變 真是翻天覆地的 我們20年前是寫信黨 Socrat Socrat 省長否則不斷貪污問題 所以我們就握了他的 Elizabeth 而文德森 他社會立法 那我們轉為自由黨 每一次這樣轉óg了 很多人都會說 兩個黨都合在一起 想對付新民主黨 那你就分票了 其實不是的 因為這樣是一個換血的程序 如果我們想轉的話 就選自己喜歡的那個 那下一次我們就選了那個之後 好像現在我們有自由黨執政 都是經過兩次的選舉 就可以轉到黨了 當初有要改變的時候 譬如20年前 當社交平台出現被挑戰的時候 當時的自由黨的人士 就說要跟他競爭取代他 那這個社交平台的代表 社交平台的代表就說 如果你支持自由黨 等同支持新民主黨 是不是這樣說的 就是說你B隊啊 B隊新民主黨 即是何俊仁說你們是B隊 最後社交平台就是宣席兩席 當初就是執政黨的時候 擁有全省的絕大部份議席 是吧 就因為一些內部問題 其實加拿民主黨所所用的策略 跟當時的所謂執政黨都類似的 但是他都… 只有輸給對加 只有輸給對加 對 關於独裁 讀作和沒有分別 但是那個改變不止一次 BC 不止 Social credit一次 2001年 NDP一次 NDP又是兩位 又是全家就輸了 因為他那個… 因為他那個… 那個… Grancar Grancar又是貪污 又被人拘捕 對 你一衝突他不是貪污 他又被人拘捕 又被人審 結果又輸了 整個黨輸了 就輸了兩席 另外就… 總之呢 我們的政黨的輪替 是很平常的事 因為你一個黨做到差不多10年 就開始有事了 好像今次自由黨 做到HST問題 我們就看看他下次 所以我們的政黨輪替 是很自然的 哇 你說10年 大哥 民主黨二十幾年了 很自然的 如果你看回 到時多後就會轉入 到時多後就會有機制 所以他就越來越苦難 20年之後 所以就越做越縮 明明是同一班人 他明明是一間百貨公司 現在變成一間西賓爾 不是這樣的 越做越縮 所以你們在這裡 經歷了這麼多的選舉 即是改善換代也不少 很多次 即是每四年選一次 反選也有 聯邦大選也有 你們選舉的年期更加緊密 因為你們很多時 就不是說每四年一定選一次 你們的政府可以隨時宣佈 即是甚麼時候下次大選 有時可能三年 隨時短到兩年就一次宣佈 我們聯邦選 是七年選了四次 即是七年選四次 即是七年選四次 即是你又市選 但你省也有省的選舉 沒錯 剛才說的就是省政府的改變 即是其實這個BC 英屬哥倫比亞這個省 我想在加拿大來說 如果省政府的黨徽的轉變 我想是最多的了 但你習慣了就不會有問題了 即是我們覺得是很平衡 那你自己選出來就自己負責 自己負責 如果他不好就有選過抵抗 人民力量選出來的 即是人民力量在加拿大最大的 是呀 沒錯 雖然你是代議政制而已 但是人民都是最後話事的 對不對 那你們見到政黨的選舉時的行動和策略 你剛才說到20年前 即是Social Klan出事的時候 有這個自由黨參選 即是其實在省政府選舉 就算你過去Social Klan執政的時候 就算你去最高峰期的時候 其實這個自由黨 還有這個保守黨 還有新民主黨 其實多黨都在那個省議會選舉都有參與 是嗎 那時不是那麼多黨的 不是保守黨是改革黨 總之不斷有參與 有時候就多些人 有時候少些人 但是咦 那麼多個黨那麼多的人 不會覺得很混亂嗎 現在有些人就說 哇你那麼多人出 一定會 是吧 我們有選區的 有riding 哪個riding最多只有兩三個候選人 你知道選錯了之後 自己立刻有問題的話 就會用心急去 下次就不選他 還有啊 如果那個shoulder credit 如果沒有拿東西之後 他們利益輸送 沒有懲罰 那樣更衰 就是你們就用選票來懲罰 就是有些政黨的所謂的行為 絕對是 有些是利益輸送的行為 他們一懲罰上來 是很嚴重地懲罰他們的 就是他們會行鑑 所以今次要懲罰民主黨 我們真的是懲罰的 真的不是懲罰的 在1993年 這個Maroni 那個Federal Government的 Maroni 就是保守黨的 我想很多人都說過 他是執政黨來的 那次我們懲罰到他 他只剩下兩政 全個國家一起懲罰 他就連Official Position都沒有 都剩下兩政 黨魁都輸了 所以那次何俊仁來美加訪問 不來BC 即是他一個的錯失 他應該來BC看看 如何選民用選票懲罰政黨 如果去讀少少這些歷史 沒有人懲罰的 我們的選票 但是我懷疑何俊仁 他現在根本合著眼睛 遮住不看 來到也看不到 他都不看 他被人駁濕 被人駁濕了 我猜他是不是跟共產黨談戀數 所以說了 你以前一樣 你以前很多的執政黨 特別你執政 香港民主黨都沒有執政的機會 他夢想自己執政 或者借共產黨 來換取某一些利益 但是你執政黨 拿著的執政權 拿了那麼多利益之後 最後選民不滿意 透過選票 好像我剛才所說 整個黨消失的 整個黨消失的 原本 所有的席都是你 你接了一大半 你最後只剩下兩席 死剩總 只剩下兩席 這個改變其實是很驚人的 是啊 但是市民如何覺醒呢 為什麼市民 我覺得香港 我這麼多年 人們似乎都仍然在睡覺 因為香港的議會有一半 不是選出來的 那你如何導領他選得好 市民有點無力感 是啊 你投票的時候 無奈無力啊 你拿到這麼多票 你覺得自己 覺得自己 那些不重要 覺得自己不重要 選你選你選你都是這樣的 因為香港的議會是畸形的 30票是委任 就算你拿了30票 你都過不了關 分組件 會不會是香港的市民 就算你民主派也好 選到誰都好 那個社會的生活情況 似乎都過不了那些政黨 幫他做那些什麼 但是你們的執政黨 做了些事情 那些市民可能覺得 身受其害的 是否直接 可以控制 直接的 還有你有權 扔走他 是啊 我透過投票 你做得那麼壞 哇 你現在搞到我怕無口氣 就是我不撐走 你就乾脆 你還不含家 所以 一定透過投票 都是清理的 市民有一個的 就是意識 有一個覺醒 是吧 還有一樣 我們這裡的報紙 是公正一點的 這是主流傳媒 是主流傳媒 是主流傳媒 是重要的 那些報紙歸了 沒有報道的真正事實 所以就算很多人 見證派做錯的 都沒有人說錯的 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 好像這一次 我剛剛來了 我昨天打電話回辦事處 有一個居民 打電話去辦事處 跟我說 因為報紙開始寫 說我這個追擊何俊仁 那街坊就說 我支持了你 大概支持了你二十幾年了 我好不贊成你追擊 如果你去追擊 我以後就支持你了 嗯 要解釋 很多市民仍然不太明白 其實我們在網台 聽人看的那些 都不用解釋的 那很多人不聽人看的 是吧 那主流傳媒 根本就永遠不會播我們這些 這些東西的 是吧 或者將我們播的東西 扭曲 主流傳媒經常用民主黨那套 你追擊 這個民主黨呢 你就是民建聯B隊 是吧 完全不明白 民主黨 在過去那一年多兩年 特別這個 杯葛五區公投 是吧 向這個 同志背後開槍 跟著跟共產黨密室政治 達成這個協議 接受這個偽政改方案 是吧 最近有一道貓撲老鼠 我們被欺騙了 當時政府承諾 說會一次過取消這個 區議會委任制的 他有問題 是吧 怎樣承諾他 如果他承諾的話 他就不用 告訴我們 委任的區議會 是不可以 不可以提名的 就是他預計了 已經是委任 他還在說什麼 什麼事 而且你說你承諾 你嫌疑一些 誰承諾你 指下一個被告就是 是吧 一個政改方案 所以 這個問題就是 你民主黨就不可以 稱呼自己做民主黨 因為你用密室政治形式 在選民不知情況之下 關閉到門去談 都不見得光的 所以 Martin叫我們 停一停想一想 我真的停一停想一想 我想完之後 覺得你民主黨 罪無可恕 我要追擊你厲害一點 是吧 民主黨 民主黨 是香港民主發展的 千古罪人 千古罪人 民主黨怎麼會不給別人提名 和不給別人選 不是民主嗎 他利用五區公投 這件事 和共產黨談判 用這個 用來做籌碼 做chips 就是說 如果我 purchase 這種電影 你給我用什麼 他說 他說 這件事 那我說 那要 deh 為什麼這麼多香港人覺得好像沒什麼事 真的很奇怪 其實香港人就像台長所說的 傳媒全部歸了邊看不到真話 看電視也是聽那一套 看報紙也是要寫那些東西 根本都不知道 你們在加拿大我這麼清楚 我們聽網台 我們二十多年都在民主浸淫之下 浸淫很久 我們投票見到結果 我們知道在做什麼 跟香港有很大的壓力 你看他們浪費時間養家 譬如兒子 要公寮 要公寮 搞什麼社運 就好像皇上一樣 沒有人拘捕 拘捕有案底 沒有工作 那你好像說到溫哥說 這些人不用工作 不是 就是有壓力 這裏有政治壓力 還有第二天工會 我們有工會 如果有什麼政治壓力 令到我們被人抄襲 可以用工會來幫助我們 即是人民法律上授予的權力 即是加拿大軒的政府 沒有那麼無賴 就是這麼簡單 沒有那麼無賴 因為你有一個制度可以剷走去 好像林公公那些 我無賴怕你什麼 你吹我 你大塊不喜歡我 你用什麼不喜歡我 你就掃我 我掃我 我就有警方保護 你扔東西 我有把車幫你 你扔飛機 我把車遮住 有人可以幫 整把車遮住 你去公開場 想衝擊我 警方保護我 你又不可以這個 炒我油 是吧 共產黨在背後支持我 喂 它無賴得來 你沒有去扶的 香港 你不同在加拿大 你哪個正下無賴 是吧 好像你這個聯合這個 銷售稅 是吧 統一銷售稅 喂 我可以用公投來取消你的 否決你的 是吧 所以 喂 香港那些執政 執政那些真的可以繼續無賴 你現在民建聯會怎樣無賴 都無賴 無賴 無賴不比民主黨 我覺得民主黨 善香港 善香港 還有就是 令到功能組 千秋萬代 千秋萬代 我們最不公平的一個制度 就是民主黨 投了票 爭成正改方案 阿蘇娃娜 就是香港選民 你好自己 你民主黨的經驗 他呢 十月會回香港 就會幫忙助選 是 所以我們呼籲這些朋友 在英美加澳內 就是局地的朋友 是吧 透過你個人的政安力 不可以令一些無賴的政客 無賴的政府官員 可以繼續為所欲 我們一定要展示人民的力量 好嗎 好 好 謝謝大家 OK